好了 观众们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短刀塑华奥运选拔赛的比赛情况 我们看有郭亦涵 有韩宇童 这是曲春宇 公立 然后张楚彤 这是女子一千米的半决赛 女子一样 居然ала通告 我老鸡 乌鸡 我拥有 小自己日快月 最后就行 我去赶紧 这一天 我去赶紧 我去赶紧 你这个很难 如果我去赶紧 我是你 我去赶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圈 现在功力在全力的往前超赶 最后的冲刺好像功力应该是超到了更靠前的位置 这次的外道超越做的还是比较凶的 最后一会儿的冲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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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呢 对于选手的影响比较大 第二方面也会带来一定的降速 最终是考卫营第一个过终点 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直到入弯道处啊 有一系列的身体的接触 如果入弯道处啊 选手没有能够完成半个身位以上的超越 那么在入弯道的位置 你就必须让出这个内道靠里的路线 如果你在往内道挤压的话 那么通常会对外道的选手来进行判罚 如果入弯道处你已经完成了半个身位以上的这种超越 在裁判认定下你的超越完成 那么你是可以路线变换的 所以这也是现在判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所以这下呢 对张一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他正正好被两位选手夹在中间 但是问题就在于 徐埃利这个位置是完成了超越往内道走 但是内道这边还有人 不是只有张一泽一个人 谢谢观看